把新鮮鳳梨切成薄片 一片一片按照順序 放在烘盤上 撒點糖來帶出鳳梨的香氣 接著直接送進烤箱裡 簡單步驟就能吃到 新鮮現烤的鳳梨果乾 基本上的溫度 大概是50度左右 那再來你的烤箱 最好是隔一個小縫 讓它這個水氣可以流出去 那烤的時間大概 3至4個小時 等著鳳梨果乾出爐的時間 還能順便開火 製作鳳梨果醬 首先把鳳梨切成丁 接著熱鍋把糖加熱融化 鳳梨丁就可以一起下鍋拌炒 一邊拌炒小火熬煮 等到鳳梨丁都滾爛了 就可以裝瓶囉 我建議各位 我們使用的是玻璃瓶的 會比較保存期間 會久一些些 除了鳳梨乾 鳳梨果醬 當然還有鳳梨醋要交給大家 切塊的鳳梨直接裝進罐子裡 然後大方的把糖撒進去 接著倒入米醋 用1比1比4的比例製作 老師提醒米醋一定要蓋過水果 浸泡3到4個月就可以開瓶飲用 如果發現它不會冒泡了 那就代表說它現在跟水果的作用 已經結束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瓶蓋蓋緊 蓋緊之後 你在放3到4個月之間就可以開始喝 沒有任何化學添加物 也不加防腐劑 趁著鳳梨價格便宜 趕快動手做起來存放 省錢之外還能吃到健康 記者陳盛益 黃世瑜 高雄報導